我本是好人家的女儿 我爹是全村唯一的童生 样貌也俊俏 村长上赶着把自家闺女嫁给了爹 可后来 我爹总也考不上秀才 我十岁那年 老天像是发了风 大雨断断续续下了半年 庄稼淹了 茅草发霉了 谁也长起来了 三亩薄田颗粒无收 家里连饭都吃不饱 更别提供我爹读书考试 我娘和爹大吵一架 仅剩的锅碗被他砸得叮当响 碎了满地 他跟着镇上做生意的园外跑了 临走前 他指着鼻子骂爹 你就是个烂泥浮不上墙的窝囊废 我瞎了眼才会嫁过来 爹拿着用最珍惜的燕台 给娘换来的玉米窝头 挺了一辈子的脊梁 瞬间塌了腰 是爹 对不起你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山下的那条河 很深 我爹的尸体沉在最底下 没人敢去捞出来 一日之内 我没了娘 死了爹 可活着的人总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眼下粮食金贵 亲戚像见温神般躲着我 为了寻出路 我打算去镇上找活计 或是把自己卖掉也使得 我饿婚过去 倒在巡抚家的马车前 这是谁家的姑娘 怎么瘦成这样 好在马车里的温小姐心善 将我捡了回去 给我馒头吃 有馒头吃 真好 可惜爹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馒头 温家夫人听闻我读过几本启蒙书 又会写字 便留我做了小姐的贴身婢女 书是爹教我读的 她说 姑娘家也应该读书的 温小姐担名一个粮 正如其人 她品性良善 最是宽厚 她是个顶好的姑娘 给我取了阿竹这个名字 还与我牵活气 不入剑籍 她说 入了剑籍 再想翻身就难了 明明小姐只比我大两岁 她却端庄十里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良春二十一年 小姐十六岁 才名远阳 淮州藩王世子宋玉 上门提亲 四年三月 我跟着一百二十八台嫁妆 陪小姐入了宋王府 世子温文尔雅 相貌堂堂 倒也趁得上我家小姐 小姐听到我感慨 忍不住眼唇低笑 傻丫头 在你眼里 我还是天仙不成 我自然是认同的 小姐从不比仙女差 她笑弯了嘴角 又是一年春 新燕在回廊下筑巢 小姐特意嘱咐下人 不必清理 于是 花开的正盛时 那燕子便生了窝雏鸟 小姐也枕出喜脉 世子听闻大喜 赏赐下人 和府上下 为着个没出事的孩子喜气洋洋 我花了一个时辰 在园中刨到些虫子 又吭哧吭哧爬上竹梯 趴在廊下将虫子送给那窝小燕 鞋底沾了泥 变得湿滑 只一瞬间 我便顺着竹梯突露下来 吓得我心惊肉跳 我惊呼出声 突然有人撑手拖住了我的屁股 回头看 是二公子 世子的嫡亲弟弟 宋生 要命 还不如让我摔死这儿 对不住 他的手微僵 很是尴尬 我也闹了个大红脸 连耳间都是滚烫的 二公子和世子长得很像 但不同于世子的文雅 二公子满身皆是少年的蓬勃之气 如骄阳般璀璨 让人过目难忘 待站稳脚跟后 我匆匆向他行礼致谢 然后逃逝地离开 回头间 仿佛看到呆呆站在那里的少年也红了脸 小姐枕出有孕的第五日 开始嗨喜 吐得昏天黑地 吃多少吐多少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温夫人坐着马车来探望小姐 心疼之余 亲自去厨房做了一碗三鲜鱼丸汤 小姐倒真能咽下些 温夫人不宜久住 于是这半月里 她亲手交了不少吃食给我 我学得最认真的便属那碗鱼丸汤 鱼肉去骨刺 用刀背砸烂 调拌后窜成丸子 柿子找工匠在院里引来调活水池 养着那些用来做鱼丸的肥鱼 我正蹲在池边洒鱼时 一阵脚不升 游远极近 我回过头 是二公子从五场回来 额上鱼汗未消 那日的尴尬场面已被我抛诸脑后 我起身行礼 她会挥手 别这么拘谨 瞧你这鱼养得不错 可有什么诀窍 我老实答 也没什么 不过费些精力 哦 细说来听听 一日喂一顿时 三日寻一次堂 我顿了顿 又到 实在不行 七日换一批鱼 她听完 呼得朗声笑起来 冲着另一边道 嫂嫂 你这丫头倒是生动有趣 原来是世子陪着小姐路过 我赶忙将手中鱼下的鱼石一把撒完 规规矩矩后着 小姐低眉浅笑 柔如春风 阿生 一起用饭吧 你也尝尝这丫头的手艺 我寻来常敢细网兜 在池中捞鱼 二公子伸手来抢 她笑容灿烂 声色朗轻 阿竹丫头 叫我也试试 夕阳洒落 四溅的水花 惹得池面波光淋淋 少年公子如同这潭水 熠熠生辉 连发丝都闪着光 我笑不出来 只因她动作粗鲁 灰着肠 祸害了我尽十条小鱼 龙冬时节 天地被白雪覆盖 枯树上挂满了冰枝 小姐用了一夜时间才把小公子生下来 我打开门 看见柿子在门外 眼睛鼻子通红 不知是动的还是哭的 她连小公子也不瞧 闷着头直冲进卧房 也不枉小姐拼命为她淡于子嗣 如今小姐得育良人 我能吃饱穿暖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日子了 小公子像个雪白的面团子 柿子给她取了大名 换作宋宁 但平日里 所有人总是宝 宝地叫她 小姐接了掌家对排钥匙 变得忙碌起来 宝一一压压着长到了三岁 我日日陪着 倒让她更爱念我 小姐假装醋了 笑着打去 宝只要阿竹 不要娘喽 宝迈着小短腿 蹬蹬蹬一头栽进小姐怀里 乃声乃气道 我最爱娘亲了 除夕 宝拉着我在书房陪她作画写符 半大点的娃娃怎会是正经的 凑热闹罢了 二公子买了惠翠阁的奶薯饼和糖丝糕来斗宝 宝当即扔下笔 抱着石盒不撒手 屋里有暖炉 小丝替二公子解下赤壶披风 他身上掺着丝凉气走向我 在一瓢我手中画作 疑惑道 你图的是何物 我不会作画 只是陪宝瞎闹 信手涂鸦 我坦言道 图的是个吉利 二公子笑开了花 哈哈哈哈 图得好 宝吃者高嚷嚷道 二叔叔 你怎么只夸阿竹不夸我 我图得也吉利 闻言二公子吃笑 臭小子 快吃你的吧 凉了可就吃不得了 入夜 我陪小姐坐在屋里等柿子 小姐将宝抱在怀中哄睡 我手上绣着给宝的新鞋 小娃娃长得快 一天一个样 衣上鞋子也换得更勤 小姐抬头 试探着问我 阿竹 过了年你便年满二十 可有重义的人 我替你做主 少年的身影在我脑中呼闪而过 半年前 老王妃亲自为她订了门极好的亲事 我也从未有过攀附之心 世道带女子严苛 哪怕和寻常人做一对普通夫妻 也好过巴巴地上赶着与人为妾 一瞬间的怦然心动着实算不得什么 我绣完最后一针 剪断绣线 笑着摇了头 小姐又道 若你想出府做个自由身 或是有别的打算 别瞒着我 你知道我是向着你的 小姐大恩 我心中感念 奴婢家中无高堂 族中无亲掌 唯小姐以真心待我 有小姐和宝相伴 余生足矣 你呀 是个傻的 小姐清探过后将小公子报给我 宝睡着了 你也陪她睡去吧 她一个人睡不踏实 我接过宝 替她笼紧衣上 又裹了层薄被 在瑟瑟寒风中穿过回廊 毫无察觉地告别了小姐这一生 丑时未过 我于阵阵慌乱的脚步声中惊醒 小姐身边的管事嬷嬷猛地推开窝门 她神色紧张 言辞急切 快快快 姑娘快起来 带着小公子躲起来 我心口秃秃跳个不停 来不及问及缘由 胡乱地扯过我和宝的衣裳 就被老嬷嬷塞入一间密室 近声 不要出来 她关了密室门 自此 生死隔绝 密室暗无天日 岭东的寒气透过石壁渗透进来 我抱着宝的怀抱紧了又紧 小孩子缺叫 中途醒过一次后 这会儿又睡得香甜 我已在石门上 室内静得落针可闻 显得室外刀刃相撞的坑鸣之音格外刺耳 黑夜里分不清时辰 也不知过去多久 直到新年的第一声爆竹噼里啪啦地炸开 外头才没了杀戮声 宝悠悠转醒 他伸出小手 替我擦了擦脸颊 我这才发觉自己早就泪流满面 谁欺负你啦 我和爹说 让他给你撑腰 阿主 这里好黑 我们出去吧 我低声哄他 宝乖 我们做个游戏 看看是谁先找到我们呀 好吧 密室里存了石水 不多 仅有两日的分量 我硬撑着挨到了第五日 方才打开暗门 偌大的院子一个活人都没有 室内值钱的物件通通不见了 不太值钱地被砸坏 撕毁 尸体已经被处理干净 只留下满地血污 那是谁的血 是宋家满门 一百八十七口活人的血 梁春二十七年 宝和我一样 没了爹娘 没了家 我咬紧牙关 迫使自己镇静下来 我捡了些勉强完好的小手势 又用手捂上宝的眼睛 抱着他 穿过被血浸泡的回廊 头也不回地从活水池的通水口钻了出去 我将自己和宝身上值钱的外肠 和捡来的小物件 统统拿去 对成了碎银铜板 宝自出密室便不言不语 任凭我摆弄 平静地可怕 我带着他去成衣店 买了最普通的粗不小袄 又抱着他在街角的铺子 吃一碗热汤面 街上流言蜚语不断 吃顿饭的功夫便听个大概 圣上疑心老王爷造反 不知从哪里弄来两封密信 并无任何实据便直接定了宋府一百八十九人的死罪 当场处决 只为避免夜长梦多 连喊冤的机会都不曾给 掌权者轻易便能决定他人的生死 着实可笑 听说杀得干净 一个都不剩啊 灭门惨案 令重视客们唏嘘不已 我和宝成了漏网之鱼 一个是罪臣家奴 一个是罪臣遗孤 只能打碎了牙或血吞 怀周呆不得 只能想办法回青阳城找老爷夫人 他们总归是宝的血脉至亲 我拿了二十个铜板给出城的菜饭 躲在菜筐里混出了城门 当初跟随小姐嫁来时 是走水路 不过几日便到了 如今竟叫我辗转越鱼 我们住过最便宜的客栈 睡过城外的破庙 也在山洞中躲过大雪 今年的冬天格外漫长 我的手只生了洞窗 脚底也被磨出几个血泡 有时夜里还会疼得睡不着 宝哭着问我 阿竹 娘亲和爹爹他们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 都不要宝了 我不知该怎么同他解释 我替他擦镜面上泪痕 低声哄道 宝不哭 是外公外婆想饱了 阿竹带饱去见他们 可命运总是不如人愿 当我混入青阳城后 才打听到 温家 不见了 卖馒头的小哥说 温大人被贬 不知去了何处 或许是见我满身狼狈 他又说 姑娘饿了吧 馒头一文钱 肉包两文钱 要几个 我笑笑 搓了搓冻僵的手 给宝买了个包子 自己买了个馒头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命运带我刻薄 十年前如此 十年后亦如此 可我们还活着 日子终究还是要过下去 家没了 就再撑个家 路没了 就再找条路 纵然前头没有路 一步步走过去 那就成了路 步子小也好 步子慢也罢 人总是活着的就好了 至于挑战皇权 报仇雪恨 那不是我能妄想的事 天光亮起 我带哲宝去了青阳城乡邻二十里的永安县 因着只是个小县 馆里也松散些 我咬牙将余下的钱拿出来大半贿赂衙役 总算混得一张户籍 剩下的钱就拿来做生意 我在平安巷租了间临街的铺面 此处寓意好 平安平安 只盼从今 日日能与平安为伴 铺子里面住人 外面起了炉灶 还织了棚子 摆了四张木桌 就卖鱼丸汤 对面是一家卖杂货的铺子 店主是为寡居的审资 闲暇时 他总会来我这里闲聊 若是吃饭的客人多了 他也会替我照看宝 是个热心肠的 在往西走两条街 正好有一家捕鱼狼 新鲜活鱼 价格也实惠 如此一来 每月除去成本和嚼用 还能攒下鞋 安稳的日子过得平凡又热闹 时光如白居过细 宝已在市井中养了三年 长成个六岁的野小子 整日里招猫斗狗 不见人影 我时常顾不上宝 只好放任他在巷子附近玩闹 待过几日便送他去学堂读书 清晨 我才知起摊子就有刚入城的老汉和等遮上宫的时刻光顾 有人问 听说从外边来了个将军 今日途经此处 可是真的 那老汉先是端着碗溪溜上一口热汤 然后才心满意足道 是真 我亲眼见了 那马骏得很 两位将军可神气力 宝坐在桌角听他们吹嘘 越听越兴奋 后来是一刻都忍不得 硬拖着我去看 正吃饭的时刻们笑着说让我放心去就是 路本不宽敞 凑热闹的人也多 闲闲散散地聚拢在一起 我和宝儿只能站在末尾 远远地瞧见一老一少两人身着铁甲 腰侧配着玄虎宝刀 乘于骏马之上 英姿飒爽 毫不威风 娘 我们再去前面歇 宝拉着我在人群中穿梭 赶在将军出城前 绕到了前头 我只顾着跟上宝 对这样的场面并无兴趣 但我不经意地抬头看去 狠狠惊了一瞬 那位年轻将军虽然面色冷冽 但模样像极了二公子 宋生 但这人气质与二公子大有不同 黑了些 也瘦了些 可天下模样相似的人甚多 我收了心思 不敢多想 直到他们走远了 我才回过神来 娘 我也想当将军 骑大马 配大刀 我按捺住心中的躁动 带者宝回了铺子 想当将军可以 但要先读书十字 不然战报都看不懂 还怎么当将军 那我要读书 我笑着点头 好 过两天就送你去学堂 文言宝眼睛亮晶晶的 开心的乱棒 宝聪会 若不是出了那样的事 三岁已启蒙 现在快七岁了 还大字不识几个 只因笔墨指焰与百姓而言 样样不便宜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暗暗盘算着这些年攒的家底 是时候送宝去学堂了 隔壁家蓝姐的丈夫在镇上一家学堂做工 也算是条门路 她满口应下 我今晚跟她说说 你放心 这是不难 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 蓝姐大咧咧笑道 那我可要宰你一回了 桑娘子 要两碗鱼丸 我的那份老样子 另一份莫放葱 哎 您稍坐 我将手上面粉擦净 伸手接过食客递来的食盒 这人是常客 名字叫杨怀 好像是青阳城的守备军 我数足了丸子 放入滚水中搅动 继续和他闲聊 杨小哥今日怎么不吃了再走 嗨 起吃了两克 来不及吃了 你家丸子实在是仙 正好我兄弟来了 带一份给他尝尝 他扫尸一圈又问道 桑娘子 你家小资呢 倒是没瞧见他 提到那个混小资我就哭笑不得 准是跑去哪儿完了 我将丸子汤成好交给杨小哥 他利落地接过食盒 撂下一句 忙着吧 我走了 然后跨上门口的骏马 绝尘而去 兰姐笑道 果然是赶时间去当职 早上时刻多 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于现眼瞅着就要见底 我暗暗心急 送鱼的李小哥莫不是也启迟了 托兰姐帮我照顾着铺子 我准备去寻她 刚转过街角 就瞧见一精壮的汉子抱着个大鱼篓 往这边送 他看见我 滋着白牙冲我笑 等急了吧 我点点头 看他累得满头大汉 问他 怎么不推车 今日车坏了 我怕你急用 赶紧给你送来 我引着他进了铺子 对门卖杂货的牛沈笑得不怀好意 朝我几眉弄眼 恰巧外头传来一声狼嚎 娘 我无奈 桑宝儿 你鬼叫什么 娘啊 狗 狗追我 浑小子疯跑回来 人进了屋 魂还在后头飞 李小哥迅速放下鱼篓 眼疾手快地抄起棍子将狗粘跑 你这小子 下回离狗远些 谢礼叔 我记得了 我美好气到 赶紧洗脸去 瞧你脏的 知道了 娘 我数足了铜板递给李小哥 他红着脸接过后走了 李小哥前脚刚走 后脚牛沈就抓了把瓜子凑过来 人家这是瞧上你了吧 我正收拾鱼 头也不抬地回道 沈子瞎说 别传出去叫人家误会了 牛沈斜靠在灶台上磕瓜子 满脸不屑 这有啥的 咱民风开放 带个孩子也不耽误你二嫁呀 我摇摇头 宝还小 我不急着嫁 要我说 你一个女人拉着娃娃不容易 干啥不给他找个爹 我还未答 他又接到 也不怪你眼光高 你家娃长得这么好看 你跟婶说说 娃他爹到底有多俊 我有些好笑 故意逗他 那定然是 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嘖嘖嘖 瞧你美的 也是怪了 他竟一点也不像你 我笑着敷衍 全随他爹 不是从我肚子里爬出的娃娃 哪里会像我 我二人正说笑着 只见街道上有人跑马而来 直至店门 我惊到 杨小哥有急事 他翻身下马 先讨了水喝 然后才问道 桑娘子可认识叫阿竹的人 我脑中有片刻的空白 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我摇头 答 不时 杨小哥一副失望神色 随后他又憨笑道 我兄弟跟友谊正似的 大丛吃了你家丸子后便追着我问在哪儿买的 谁做的 小哥如何答的 我只说你叫桑娘子 孩子都半大了 肯定不是他要找的人 他不信 自个儿又脱不开身 天要我回来问你认不认识阿竹 要我说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 啥阿竹阿菊的 吃口丸子就找到熟人了 我又给他添了碗水 笑着硬喝 小哥说的是 只是总听你提他 不知你这位兄弟姓慎名谁 嗨 他叫圣二郎 心里仅存的一丝期待也消散去 我从未听过这名字 蓝姐带来了好消息 保上学的事已约定了时间 这日我起了个大早 关上铺子去街上买来数修六里 这才领着宝去拜见先生 先生夸他是个聪慧的 于是留了他 如此宝就算是正式入学了 我独自回去 想着今日不打算开门做生意 我又特意折到卖鱼的李小哥家 让他晚些再送鱼 用作明日 李小哥在院里光着膀子干活 看见我立刻红着脸 进屋穿衣裳 出来时还拿了包糕饼 我本不想收 奈何推丧不过 给宝的 桑娘子收着吧 宝乔见又要高兴了 我先替他谢谢你 李小哥呲着牙黑黑一笑 我拎着糕饼 慢吞吞转回自家铺子 牛沈立刻过来串门 桑啊 你可算回来了 今早来了个陌生男人 跟我打听你 又在铺子前打量好一会儿才走 我瞧他倒不像是来吃食的 那他可有说什么 啥也没说 你不在 我怕说错话 也没敢跟他说你的事 我不自觉地皱起眉心 暗暗思量 那日貌似二公子的年轻将军 前日杨淮小哥的兄弟 还有这次来寻我的陌生人 接二连三的巧合串联起来 就不会是巧合这么简单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忍不住心生期待 那人一定还会再来 可后来我苦等了五日 却如往常一样 除了时刻没有人寻来 连杨淮小哥也没有出现 我心急坐不住 干脆起来堕鱼线 这把刀用了许久 日日不停歇 已经有些卷刃了 等得闲 要再买一把才好 蓝姐突然急匆匆地跑来 出了一头汗 桑娘子不好了 宝在学堂和人打起来了 我惊得抓着刀就走 蓝姐拜托牛婶帮我看着铺子 然后又快步跟上我 你颠把刀作甚 我与你一道去 宝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绝对不是惹事的孩子 但是你冷静些 可别真伤着人了 宝虽不曾上过几天学 但绝不是无理取闹的孩子 多半是被人欺负了 若是碰到不讲理的孩子父母 少不得要纠缠一番 蓝姐放心 我只转个气势 不砍人 能唬住人就成 我到学堂时 保证站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罚站 小小年纪倒看出些傲骨来 她脸上有些红肿 好在无甚大碍 旁边还站了三四个一般大的孩子 个个鼻青脸肿 哭得T4横流 我蹲下身 把刀放在地上 轻声问宝 发生什么事了 宝垂下眼睛 紧紧抿着唇不出声 娘信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 娘都替你做主 她挣扎片刻 最终还是开口 娘 他们骂你 骂得可难听了 我回头去看那几个孩子 果真有个熟面孔 是左街张继十四家的儿子 她娘觉着我抢了她家生意 嘴里经常不干不净 平日我不搭理她 如今竟骂到孩子耳朵里 宝不愿说 想来也不大中听 穿着粗布阑衫的妇女匆匆而至 看清她儿子脸上的伤后 张口就骂 哪来的小野种 敢打我儿子 我眉头青醋 将宝挡在身后 这张家媳妇实在令人生厌 她儿子哭咧咧喊道 娘 我不过是骂了那小畜生两句 她就往死里打我 张家媳妇后面 还跟了另外两个孩子的爹娘 她瞥一眼我 便扭头和旁人道 我认识她 带着个没爹的野种 在平安巷卖丸子汤的 快离她远些 脏得很 野种就是野种 瞧把我儿子打的 我儿子骂得没错 没教养的小畜生 拦截大赤 张家媳妇 你说话放干净些 怎的 她个小娼妇 我难道骂不得了 我拾起地上的刀握在手里 刀尖下一瞬就只在张家媳妇脸前 我冷哼一声 张家媳妇 吃完饭记得擦擦嘴 少在这里满嘴喷粪 有你这样的娘 你儿子能是什么好东西 有娘生没娘养 你撒泡尿照照自己 和蠢猪有什么区别 我要是活成你这样 早就拿裤腰带吊死在粪坑去 日后你若再说些阿渣地传到孩子耳朵里 这把刀会不会砍到你头上可说不准 因我手中有刀 她吓得连连后退 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嘴唇抖了半嗓 也没说出话来 旁边几个家长也不敢多嘴 领着孩子走了 这些人不过是欺软怕硬的 学堂夫子这时才从屋里出来做和氏佬 张家媳妇借颇下驴 也拉着孩子走了 回家路上 宝蒙蒙的 拉着我夸道 娘 你真厉害 我微微俯身 也夸她 宝也厉害 不愧是要当将军的人 一人打赢他们三四个 还是娘最厉害 走 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 回去后 从牛沈口中方才知道 今日我等的人又来了 天天又是我不在时 我心中难掩失落 连面上也带了血 牛沈见状 神秘兮兮凑到我跟前 别是你男人回来了吧 她语出惊人 我白她一眼 沈子你竟瞎说 不对 不对 如今我仔细想想 她和你家娃娃模样 真有些像嘞 别是我说中了吧 沈 真不是 罢了罢了 我店里来人了 不问了 牛沈挥了挥手 回她铺子里接待客人去了 害时 夜幕降临 星光佼佼 我早已闭店 饱已睡得香沉 大门呼得被人敲响 在黑夜里显得格外突兀 谁 颂声 我端着油灯的手猛然抖了一瞬 险些将灯油洒出 我卸下门栓 将门开了条缝 只见黑夜里修长的人影 浊然而立 气宇不凡 我胸口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又将门开得再大些 那人闻声抬头 我同他目光交汇的瞬间 恍如隔世般 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和面前的人影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他先开口 阿竹 别来无恙 竟真的是他 圣二郎就是二公子 那日打马游街的将军也是他 三年时间 他退去青涩 将自己打磨成了一柄利剑 再不负曾经的少年模样 尘封的往事被揭开 我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同二公子讲当年的事 从暗示脱险 直讲到饱 后来曾生了肠大病 浑浑噩噩烧了三日才退 清醒后 他再也记不得从前是 宝把我当成娘亲 跟了我的姓 外人也以为我们是亲母子 只是我仍觉愧对小姐 宝本该有光彩的人生 现在却和我隐居市井 养成了个魂小姿 二公子闻言沉声道 阿竹 你不必有负担 做普通人 已是最好 当年 宋府身居高位 却因被圣上忌惮惨遭屠杀 宋府人的尸体 在第二日被胡乱地丢去乱葬岗 在无人管 二公子身中数刀 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 又或是命不该绝 他硬撑者最后一口气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遇到了热心肠的杨怀小哥 才捡回条命 他病愈后 被蒲王的人寻道接了回去 蒲王是皇上亲弟 与宋家交情甚笃 封地却不在一处 这才来得迟了 后来二公子化名圣二郎 跟着蒲王麾下的王汉将军在军中历练 之前在街上的两位将军便是二公子和王汉 而杨怀老家刚巧是永安县 老父老母年龄大了 这才想办法调回青阳 当年宋府人的尸体已妥善埋葬 唯独不见我于宝 二公子已寻我们许久 那日杨怀来问 我虽未承认 但他听杨怀描述 已猜到多半是我何宝 说到此 他言语中染上歉意 我此行是来剿匪的 白日里均物繁多 来了两次总不得见 不得以这才夜里登门 公子不必介意 我们能再见 已是天大的姓氏了 他定定地看着我 柔声轻问 如今旁人都叫你桑娘子 我能否唤你桑桑 我点头应下 桑桑 以后你也叫我二哥吧 二公子已经不在了 是啊 宋生 宋宝 阿竹 都已死在那年除夕夜 繁华一瞬 不堪思议 我问二公子 二哥不见剑宝吗 夜深了 恐扰他安睡 二哥放心 这孩子睡得踏实 一般不行 好 看过宝 他离开时清探 桑桑 辛苦你了 你把宝养得很好 日后我还会再来看你们 他从怀中摸索出一张银票递给我 那手掌粗糙 结了厚厚一层老茧 这钱我留着无处花 你哪者用吧 当初宋府家产西数伐木 这些钱不知他攒了多久 我自然不肯收 可他神色落寞 声音微雅 桑桑 我的家人 只有你和宝了 桑桑 不要把我当外人 于他而言 故人重逢大抵如心中浮沫 救命良药 格外珍贵 于我亦如此 我最终收下 为了那一缕心安 晨起 饱炸听闻自己还有位亲叔叔在 直拉着我问东问西 连饭都吃得更香些 我好不容易才将他哄去了学堂 午时生意正好的时候 铺子里来了三个地体闹事 时刻全被吓跑 惹得生意无法继续 如此卑劣下作的手段 约莫是张家那媳妇干的 他的宝贝疙瘩被宝打了 自己还被我指着鼻子骂 这是找人出气来了 不问你多要 拿二十两 我们立刻就走 没有 不给 那就把你垫拆了 说吧 他们抓起桌椅碗筷就砸 一叠瓷碗啪的一声 在我脚边炸开 牛神想替我出头 我拦下并示意他去报官 我走了 你一个人咋行哟 突然从身后闪入一道人影 狠狠踹过去 眨眼间几个地体全被打趴下 躺在地上哀嚎 二公子站稳脚 声音冷若冰霜 滚出去 地上的人手忙脚乱地爬起 被门外的杨怀押去了县衙 看着面前一片狼藉 二公子放柔了语气问我 最近可是遇到什么麻烦 我将昨日学堂的事照实说了 二公子沉思片刻 缓缓道 若我在青阳为你和宝置办套宅子 另派人照抚你们 也无需你日日劳作 我也能安心些 桑桑 这样可好 我摇摇头拒绝了 多谢二哥好意 你一人在外以示不意 怎好再麻烦你 桑桑 你可视我为家人 若是家人 又何谈麻烦一说 我只是怕给你添乱 其实我很喜欢开十四 这里的乡邻也都是良善的 但我和宝很好 唯一一场麻烦还偏巧被你撞见了 闻言二公子神色稍缓 松了口气道 若非我身边不安全 也不会将你和宝留在此处 既然如此 麻烦我来处理 桑桑 日后遇事只管来找我 好 杨淮回来时 铺面已经打扫干净了 他假意称怪 你这小娘子 竟还瞒我 杨小哥莫怪 我向你赔罪杨淮嘻嘻哈哈道 我可不是那心眼小的 莫当真莫当真 宝戏看者却实有几分二郎的影子 瞧我这猪脑子 早些咋没认出来 二公子笑着说 总归是你的功劳 他们只待了片刻 说是西边的山匪有了动静 那伙山匪约莫二三百人 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砖洁官道 自从王汉将军他们来了后 就再没了动静 金晨收到探子报信 那伙山匪被憋急了 要对西边一座城镇动手 二公子他们 今夜就要出发剿匪 过几日才回 特来叮嘱我夜里早关门 不要出去 他们走后 牛沈凑过来打听 兰姐也跟着来了 是你男人不 牛沈做贼般的样子 让我觉得好笑 往事不辩戏说 我只用一句旧时固有打发他们 牛沈自然是不信的 唏嘘道 定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一笑置之 世人都有秘密 牛沈哼哼着 老沈子我可没秘密 儿子哪天征兵走的 老头子啥时候死的 还有隔壁街的菜婆娘 为啥与我不对付 这些你们都晓得的 是是是 你家母鸡一日下几颗蛋 店里有几只老鼠都说给我们听 沈姿是个没秘密的好人 兰姐替我接过话茬 和牛沈逗笑起来 日子好像突然又有了盼头 夜色浓如稠沫 街道上止于星星点点的灯火 保鲜睡下了 我闭了店 坐在烛光下将今日损失 以及须补齐的物件一一罗裂 算完仗我压力倍增 前不久刚缴完税 又浇了树修 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街上突然传来嘻嘻苏苏的响动 听脚不声 似乎人数不少 大半夜鬼鬼祟祟的 怕不是好事 我透过门缝看去 只见一群身色不一的壮汉在不远处会合 他们手中的利刃在月光下闪着荧光 我惊得头皮发麻 恐怕是山匪 二公子他们多半是得了假消息 永安县不过是个小镇子 并无精兵助手 不过片刻功夫 山匪四散开来 踹门声和惨叫声溅起 宝被我塞入床底 禁止他出生 我找了把锄头紧紧攥着 冷汗直冒 总归是要拼命了 变故来得突然 我忍不住想起那年的除夕夜 小姐是否也这样惊惧和无助 随着一声巨响 山匪破门而入 我该庆幸对方只有两人 我抓着长棍锄头 胡乱地会 对方一时半刻进不得身 可女人怎会是汉匪的对手 不过虚于奸 我已落下风 又有匪徒赶来 我手中长棍被拦腰砍断 明晃晃地大刀抬起时 我心中只剩不甘 我这一生总被命运碾压 我忍不住怨队 怪命运刻薄 怪世间沧桑 待人不恭 才刚让人看到光明 却又一脚把人踹入黑暗 活着可真难啊 那刀落下 只听扑的一声 历刃刺穿血肉 滚烫地血溅得我满脸都是 桑桑 二公子身着铁甲 仓皇而来 他一身冷冽 杀人稳准狠 迅速解决周遭的汉匪 沾血的脸颊冷硬如冰 随后他向我奔来 拥我入怀 耳朵被柔软的气息吹拂 连心间也在发痒 我呆滞 只记得问他 你怎么来了 他说 还好你没事 身后的杨怀提醒道 我还在呢 私底下在暴刑部 我闹了个大红脸 伸手去推开他 二公子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后急忙撒手 急不自然地转开头去 那个 宝没事吧 二哥放心 宝无事 这群山匪在军中有内应 差点坏了大事 周遭山匪迅速被处理干净 隔壁蓝姐不在家中 牛沈躲在地窖里也幸免于难 牛沈从惊吓中缓过沈 郑郑的乔者二公子等人 问道 你们可是军中将领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我连忙掺塌起来 将军 求你帮我找找儿子 良春二十五年 我凑不出那十两银子 平哥就跟着征兵的人走了 一去五年 再无音训 是死是活 总得有个信啊 二公子只叫他放心 军中有名册 找人不是件难事 汉匪剿灭后 二公子带人回青阳城 向王将军叫差 只是 一个时辰后 他又敲响了房门 如此一来一回地折腾 天色徐徐 朦胧见明 方才走得匆忙 我担心你和宝受了惊吓 回来看看 我了然 一夜未眠 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 我劝他歇在殿里 他满身狼狈 我干脆烧了锅热水 供他洗漱 我把他沾满血迹和灰尘的衣衫拿去洗了 他打着赤膊从房里出来 不声不响地站在我身侧 他身材娇好 比从前更添了几分成熟 腰腹上还爬着几条可不得疤痕 我当时脸颊发烫 侧过头 再不去看他 对不住 我没看见我的衣服 失礼了 二哥去睡吧 衣装很快就能烘干 面上红韵刚消 竟又有人敲门 我透过门缝向外打探 是卖鱼的李小哥 桑娘子 你和宝无事吧 老你挂心了 我们无事 你家还好吗 那便好 那便好 我家也无事 官兵来得及时 只是渔船破损 这段时间 无语可颂了 我隔着门板宽慰他 这无甚要紧的 平安就好 既知晓你无事 我便放心了 李小哥说完最后一句转身离开 我回头时猛地被人吓一跳 二公子沉遮脸站在我身后 他裸着上身 步步靠近 我不步后退 直至后背贴在门板上 他对你有意 我摇摇头 又点点头 你也觉得他人不错 我点点头 你想嫁他 我使尽摇摇头 他眸中神色翻涌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 桑桑 你再等等我 指这一句话便叫我兵荒马乱 手足无措 这瞬间 他额前碎发微微摇晃 是风动 也是心动 永安县伤亡不大 慢慢恢复了往日秩序 二公子离开 已有月余 牛沈日日在门口张望 只盼早早听到儿子的消息 今日中秋 每年这天都是兰姐夫妇和牛沈一同在我店里过的 今年亦如是 人生原本痛苦 可总有些人 能让你反复留恋这个破败的人间 娘 今天能不能给我买两个花灯 为何是两个 要给叔叔一个 他答应我今天会来的 好 可这傻小子没等到人来 晚饭时他偷喝了两口牛沈的果酒 晕呼呼地睡着了 惹得众人大笑 天色很暗的时候 二公子踏跃而来 蓝姐夫妇事实告辞 牛沈也终于盼来了他的答案 是有这个人 只是 一年前他便跑了 做了逃兵 牛沈喃喃出生 逃兵 也好 也好 人活着就好 牛沈眼中蓄满泪光 他推丧着我 说外头正热闹 年轻人就该出去逛逛 保他帮我看着 二公子朝牛沈感激一笑 桑桑 走吧 我二人漫无目的瞎逛 人潮拥挤时 他攥起了我的手 我们登上高台 抬眼望去 月明星朗 银灰角角 人言对月记相思 我无甚相思可计 只愿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百姓吃饱穿暖 他问 为何不提国泰民安 我浅笑 如实道 国泰民安 老天爷管不着 二公子眉眼微动 注视着远方 桑桑 那群山匪所在的山脉 发现了铁矿 难怪 平日里我买把刀具 还要登记造册 他们却能忍手 一把荆刀 嗯 而且荆中传来消息 薛侯一家也入了冤狱 他叹了口气 仆王这边 迟早也会遭难 当年的宋府 或许是第一个 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我隐隐猜到了什么 有了铁矿就有兵器 自古以来 真理只在刀刃之下 他低下头看我 眸光暗沉如黑夜 桑桑 为了更多的我 为了每一个宝儿 这条路 不得不走 总有一日 我们宋家要重新站在太阳下 除尽身上骂名 我都懂得 当今圣上无德 太子无能 若想长治久安 百姓安居乐业 只有一主这一条名路 若胜便是生路 若败则是死路 安稳的日子再次被京都那位天子打破 他稳坐庙堂三十年 早已迷失在权力中心 当年陪他打天下的侯爵藩王无疑不使他忌惮 飞鸟进 梁公藏 狡兔死 走狗喷 未替太子铺路 他薛番夺权 赐死老臣的事传得沸沸扬扬 几位颇具声望的文坛大儒愤然而起 口诛笔伐 言辞犀利 天子震怒 忍无可忍 杀一井百之 此事一出 无数学子的怒火如同野火燎原之事 越发难以控制 这事到终究是乱了 黄昏转瞬即逝 黑夜从天而降 二公子近来越发忙碌 来陪宝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哄着宝睡觉 自己也协议在床边闭目养神 眉眼间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倦怠 但我只是宋府的奴婢 生杀与夺 那是掌权者的游戏 自始至终 血海深仇 只背负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没有资格劝他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照顾好宝儿 不成为他的拖累 就在我以为他也睡着时 他忽然浅浅出声 桑桑 嗯 好嘞 幸好 至少你还在 我差点忘了 他不过也才二十四岁 宝一连几日都不曾盼来二公子 倒是又等来了吃饭的杨怀 杨怀临走时 我托他向二公子捎几句话 宝期盼与他相见 若是得空 希望他来上一趟 不知怎么传到了二公子耳朵里 就变成 杨怀说你想我 我便来了 我不经意地抬头与之对视 撞上他风尘仆仆的模样 尴尬到耳尖也开始发烫 再不敢让杨小哥传话了 他收起笑意 正色道 桑桑 今日我是来辞行的 何时动身 那位怕是要对仆王动手了 我明日一早便走 我点头道 晚上陪宝吃顿饭吧 好 宝知道他要走 夜里哭了许久 最后两人约定书信往来 这才抽掖着睡去了 桑桑 我有话与你说 怕扰了宝 我领他去了小院里 月光下 他目光如水 声音比往日显得还要深沉些 桑桑 嗯 我曾以为 后半生只与我一人 孤苦无一 没想到还能遇到你何宝 看见你我才得片刻心安 你与我如山间明月 在我还未理清思续时 你就已住进我心底 我此去或许再无归期 但还是想让你知道 我心悦你 若我平安得胜 若你愿意 我定取你为妻 他这番话语来势汹汹 让我招架不得 眼角的铃铛 遇风会响 我的心跳 遇他会碰碰乱撞 可我不愿 若是生路 他凭靠从龙之宫 定然官居高位 黄泉之下 百官臣服 往后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一步错步不错 那绝不是我要的生活 他忍不住笑了 傻姑娘 我不会走祖父和父亲的旧路 只要我还活着 一定回来找你 往后你想开铺子也好 想种吉姆良田也罢 从此山河过往 岭东天明 我都陪你 我抬眼与他对视 他的眼眸漆黑却明亮 如少年时一般清澈 好 我就在这里等你 月光如水 他眼神浅全 低下头轻轻地吻我 只是片刻 浅长辙止 桑桑可千万不要跟麦鱼狼跑了 我气地捶他 二公子走了 闲暇时 我也会惦念几分 不知他平安否 牛神总是打趣 哟 想晴郎了 让人无奈 入冬后 二公子寄来了第一封信 随着的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墓盒 大意是说 宝七岁生辰将至 他找工匠打了金锁送宝 放在大盒子中 小盒子是送我的礼物 他亲手做的 粗糙了些 希望我不要嫌弃 另付上银票二百两 让我一定花 宝的礼物留着给他自己拆 我打开小盒 只见里面躺着一支木钗 凑近了还闻到淡淡眉香 我很喜欢 由宝带笔 回信一封 宝字迹出见成效 不像从前撞如鸡爪 行似鬼爬斑 我瞧了一遍 思索后又添上一句叛军早归 至于银票 我也不和他客气 在附近租了间更大的铺面 新春时 我的桑季十四终于开业 下了许久的雪也在这天晴朗 街上爆竹声不绝鱼耳 而后不久 柳枝抽芽 河水清绿 已有鸭群飘摇而过 二公子的信又来了 是单读给我的 我展信 只见寥寥几字 相思意已深 百纸书难足 看得我面红耳赤 天下乱局 大煞江青 良春三十年秋 又起战事 大军打着清军册 除奸命的旗号 以仆王为首 向京都进发 那四方城里的人早时民心 兵不血刃便败了 这场战事来得快 去得也快 结束时才江江入冬 我的铺子依旧开着 连带者把隔壁也租下 扩张了店面 招募了新工人 永安县下第一场雪时 京城传来最新消息 新帝登基 以宋家为首的几位忠臣 忠德沉渊昭雪 追风族人 印帝子孙 又听闻 新帝身边最年轻的将军请辞归田 新帝拦都拦不住 时刻们七嘴八舌 议论纷纷 真是想不明白 咋还有人放着大官不作 回来种地的 邪了门了 难道还有傻比钱财和权力更好的东西 我也凑着听了一耳朵 是啊 有权有势 真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身后突然有人唤我 女掌柜 此处可还招工 我闻声回头 那人身姿挺拔如尽松 她站在阳光下 笑容灿烂 像极了从前 面容 刚才看到了 傻比当尽松 那不仁确 字兵 是 压念 读 冇